安全意识抬头 国内车祸死亡率下降 交通部陆路交通局配合农历新年返乡潮 在2月9号到23号之间 联合警方派出总共5500名执法人员 在各主要道路上执行 展开大规模的交通安全取缔行动 一旦发现任何驾驶人士违规 余虑 抓无赦 交通部长廖中来透露 我国车祸死亡人数 从2016年的7152人 下降到2017年的6740人 死亡人数减少了412人 当局有信心 安全行动能够见诸佳境 通过一系列的省学运动 从去年的数据 看到我们已经成功减少公路交通的死亡率 我们加强制法 并不是在惩罚我们的人民 加强制法是为了要 营救生命 为了我们的人民 不会面对交通车祸的增长 增高 我们希望通过公路安全运动 加强制法 是要保护生命 珍惜生命 另一方面 陆路交通局也会配合国家反毒机构联合执法 在全国30个巴士站 随机抽查巴士司机 确保司机没有吸毒后上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